你 秋色梁会在宁和姑姑入城时动手 他要所有人看宁和郡主如何死回家 我们要另想办法了 你去一趟骑山 去看看那帮死士的武功如何 师父可信 自食提大 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错 陛下 我有话要说 说 如果那第三人是宁和郡主的话 屈心叵作 陛下您还救不救 您以后说悄悄话 声音能不能小点 我 您还救吗 果然是司令之婚 什么 没什么 那您还救吗 救 即便是惹怒囚子梁 换安王等级也救 想换掉朕不难 想换掉朕不难 但想指定安王继位 隔地藩王也不是吃白饭 陛下 那是什么意思啊 朕已经写了十二份诏书 派寒定 给十二位节度使 朕若死了 他们就会扶植新的皇子继位 那样岂不是天下会大乱 所以 仇子梁现在不敢轻举妄动 他现在所谓的兵权 就只是在恒安城内耀武扬威 到的外面 就是白纸一张 明白了 幻犬来自于皇犬 黄犬落光塌了 幻犬也就死了 陛下怎么了 我说错话了 陛下怎么了 这句话 很多年前 朕的老师也说过 老师 陛下的老师是谁啊 是一个白笔无瑕的人 说 我 诚如于世气 貌美聪慧 君心甚位 不 君心大位 还想起什么好词 网上写 亏待不了你 回去睡吧 去去去 真要睡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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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陈若云 陈若云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 你得到朕的恩宠 你就得意往刑 你再敢为朕武求情 你试试 回去闭门思过 反之 掺着你的侄女 没有朕的允许 不许发他出来 是 是 陈公公 陈公公 刚刚那段话 要写吗 你知道滚字怎么写吗 小的知错了 滚啊 这又是怎么了这是